大家好,再來一集是繼續展示戰利品 這集應該短很多,不會弄七八個字 因為不會有很詳細的介紹 首先第一隻,買回來的就是足球小象 足球小象,黃金世代之挑戰,是Game Keep的遊戲 其實我都買了一個Game Keep 其實我以前沒有買過Game Keep 玩世家和PlayStation,沒有買到Game Keep 1550日圓,大概100港元左右 以前沒有怎樣玩過Game Keep的遊戲 但後來因為想錄好少少畫質的GBA 和Game Boy的遊戲 所以買了Game Keep連同Game Boy的Adapter 不過現在已經出了Retro Freaks 所以用那個HDMI輸出就更加好 所以我Game Keep用來封殘 但有這隻遊戲就可以拿來再玩 然後第二隻遊戲是什麼呢 這隻 Helvin's Gaze 其實是什麼東西 其實我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看一下後面 就知道是格鬥遊戲 為什麼會買的呢? 你都不知道為什麼會買的呢 因為這個是Attas推出的 Attas推出女神轉生遊戲廠商 其實它推出不同的遊戲 都很少說有些遊戲是不好玩的 即是它推出什麼類型遊戲 大致上都好玩的 所以我都很喜歡這個廠商買來 通常會出Game 我玩不玩到的我都會買的 有機會我再玩一下 看看可以不可以 如果是好玩的就錄給大家看 今天第三隻 第三隻 都是Attas的Game 給大家看一下 還有NDS的Game 超粗刀 大家可能都認識的 1000日圓而已 連100日圓都不用 只有60-70日圓而已 那是什麼來的呢? 我用NDS做手術的 有出過V版的 我都買了 接著這隻 有東西之挑戰狀 第二代 為什麼只買第二代呢? 因為我第一、第三代都有 2400日圓 大概百多接近200港幣 他說不知道有什麼有變色 但是不管 因為我在日本 我只是見過一隻而已 我只是見過一盒而已 那我要買這隻 我才叫第一至第三集 都齊了 那這隻是玩什麼呢? 其實都是玩一些舊遊戲的 但舊遊戲不是只有以前的舊遊戲 他會將一些舊遊戲的元素 自己設計一些新的遊戲出來玩 挺有趣的 例如有野之挑戰狀的第一集 它有隻RPG 它是攻擊成不成功 或是會不會出會心一擊呢? 它是類似要拉老虎機的方式來定 挺有趣 而這遊戲基本上 跟勇者鬥樂龍很相似 但也有它創新的地方 你想一下這些遊戲 它不是照翻炒舊遊戲 它加上新元素 其實相當不錯 好了 接下來這隻 都是NDS的遊戲 比較貴一點 1700日圓 即是100港幣多一點 幻無之塔與劍之鐵律 我在台灣網站看到的譯名 那是什麼來的呢? 其實都是RPG 都是一些迷宮型的RPG 即是跟巫術系列差不多 畫的風格 都是比較貼近一些美式的畫 那隊人裡面有五個 以前是玩過英文版的 但是沒有爆 那我買回日文版 我買回日文版回來玩 我真的會玩的 然後還有幾隻 所以其實很快就介紹完 買的遊戲就很快就介紹完 這隻 都是Atlis出的遊戲 所以才買的 Catfin 那是什麼來的呢? 其實這個故事就很好看的 對某些人來說很好看 你看到的封面都知道 就會相對有比較多一點 有些 我們以前形容為 比較清涼一點的畫面 但是實際上的遊戲呢 實際上的遊戲 大概好像是玩倉庫番 所以其實呢 所以其實呢 可能是方塊遊戲 或者是自育的遊戲 但是那個故事 就不太適合小朋友的故事 大家也知道 Atlis出的女神專生 女神專生的故事 通常的氣氛 相對比較黑暗 所以大家都明白 好 接著 還有幾隻 PS2的遊戲 首先就是 武神靈 武神靈 這個 都是Atlis出的 PS2其實出了很多隻 用毛術這個名字 Visory這個名字的遊戲 還有這兩隻 好 首先 又是另一間廠商 買了毛術的品牌 所以就出了這隻 叫做 前線之學虎 前線之學虎 都貴 都貴的 都貴的 1700日圓 接著有第二隻 第二隻 再貴一點的 第二隻 第二隻叫做 無限之學圖 叫做無限之學圖 都是巫術遊戲 看到價錢 4200日圓 就貴一點 我手上也有一隻 不過那隻是廉價版 那為什麼我要淪落到要買廉價版呢 我不喜歡 存廉價版 但是因為真的 找不到 所以 在中野 在中野一看到 我就 根本都沒有看到價錢 我就掃了 遊戲就是這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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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還有什麼可以介紹呢 當然是 一些 功力本 那些 在介紹功力之前 說兩句 我不是說過我買過這些書的 這本書結果 我一次都沒有用過 因為 其實 去一個日本 很多地方 都已經 雖然有些大城市 基本上 有很多東西 已經是 你有辦法找到中英文對照 再加上 你有Google Mac 基本上 你又不需要怎麼問路 而 你如果去一些 旺的地方 可能有 你幸運的話 看到有些日本人 可能他本身 英文已經 不會太差 已經是會知道大概你說什麼 甚至會跟他溝通到 我最大的 感想 就是 在大阪那間 交融酒店 可能都說過 在大阪那間交融酒店 那個 reception 那個女孩子 她的英文和普通話 都是比較好 而她是日本人 好 那跟著呢 就介紹一下 我去到 買了什麼 功力本 我很多都沒有拆 沒有需要拆 首先 也是 武術 無限之學圖的 功力本 都很難找的 那她賣多少錢 2200日 那首先 一本 然後 那就介紹一下 這本 世界樹枝迷宮 第五代 那 2016年出的 我買了回來 不過還沒開始玩 有機會我會玩的 不過錄片就比較麻煩 因為VDS要錄片呢 就 其實 只能夠拿著 手機拍著 我知道 有人會 會改 改裝的 但是好像 就 很貴 好像很貴 而且我沒有門路 最重要是 因為不懂人文 所以更加難找門路 那 都是在 book off 那些地方買回來 那類的地方買回來 1560日 其實呢 如果大家 這裏想說的就是 如果大家 要去找 日本遊戲的 攻略本 我會建議大家 先去一些 在東京 先去一些 比較大型的 book off book off 是賣二手 是賣二手書 而其中一類書 就是攻略本 有很多 可能你同一本 可能同一本 就算 便宜了少少 起碼這本 有些可能是 你便宜很多 你就會買得到 你便宜很多 一會兒給一些 然後 其實這本 大概也是 都是在book off 買的 persona 2 有兩代 一代叫序 另一代叫佛 聚與佛 大家都應該知道 聚與佛 是一個俄國的作家 我怕說錯他的名字 所以 道斯托也夫斯基 好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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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錯 大家當 沒有聽過 那 他的一本名著 叫做 聚與佛 我展示給你看 又是做什麼 你想想 這本 200日圓 如果你去 遊戲店裡找 可能 13日圓 你就虧 虧 這本 如果沒有記錯 首先 應該都是在book off買的 還是在大阪買的 不知道 因為我有一天 要看電戰城 另外 這本 Digital Default Saga 都是類似女神轉生系列的遊戲 數位 惡魔 原價1400日圓 買了是510日圓 都是便宜的 所以 我不太記得 有些是在大阪買的 大阪我有一晚走電城 結果走到 要 走到 要 趕美班的新幹線回東京 要不然就要在大阪 隨便即時找一間 嘉行酒店再住一晚 幸好 沒事 好 接著 這本 這本是新書 新書來的 沒多久了 看看 發行日 2017年1月25日 現在根本還未到 但已經出了 我在2017年1月1日買 之前已經出了 那日子之前已經出了 這本是什麼 其實就是 一些 說 以前 紅白肌遊戲 裡面 會找一些題目 例如 最弱的主角 來做一些 類似 類似 一些 遊戲 書 專欄 會 對遊戲 作出懷舊 那些 專欄 所說的 書籍 這本 大家可能見過我拍過 但後來 刪除了影片 因為 給他們 給Edith 說我侵犯版權 我只不過是拍開箱 但也不行 拍開箱也會死 但是 算了 這本是在E幾國書店買的 所以是2000日 我沒有展示到裡面的頁數 希望這次他不要又說我侵犯版權 我只給了一個封面給你們看 那接下來 這本 Old Gamma History 如果你是喜歡儲一些 日本的舊遊戲書 其實這個Old Gamma History 已經出到第十一期了 我留了第十期沒有買 但我從第一期開始 我都想辦法找人訂 去買回來 那 1300日 大概 100港幣左右 但是他裡面 是 提醒很多東西的 如果我日後 要拍不同的遊戲 影片 我可以在裡面找的 就是 可能我喜歡 哇 不過他 找 有什麼遊戲可以錄 這樣 突然之間 可能就會 看了一些 什麼王家之谷 他會有遊戲的介紹 可能我覺得 已經過癮了 我先錄來試一下 我可能就會去錄 可能的 好 然後這本 好似這本 就在大阪買的 割 割 BUSIN 我們喜歡將它 製造 武神 在這些 武術外傳 裡面 一般人 一般認為 這一隻是比較好玩的 一隻外傳 那它的功率 480日 很便宜 OK 那也15分鐘 最後介紹一點點 那最後介紹什麼呢 我還買了其他的書 我特別在秋葉原 那間 那間 舊遊戲的機店 我進去拍不到 真的太多人 沒有拍到片 但我裡面 買了幾本 買了幾本 買了幾本書 第一本 都是和毛術有關的 末尼順的Vixery World 因為 其實 紅白機版 開始 紅白機版 開始出毛術系列 其實 就找了 人 找了 末尼順 幫手 去畫一些 角色 怪物的設定 即是說明書 等等 那些 就是找末尼順畫的 畫得 非常 貼合 這個 的毛術系列 應該要有的畫風 所以很受歡迎 這本是買2400日圓 第二本買的東西 就是 這本 復刻版 來的 世家街機歷史 的復刻版 裡面有些什麼呢 其實真的 逐年逐年 跟你介紹 那一年 世家 究竟 做了什麼 例如 不要掃那麼多耳 給你看 一會兒又被人 斷片 1978年的時候 他就設計了一些 遊戲 這樣 機殼等等 還有 出過一些什麼 有些什麼 業務用的遊戲 即是街機 有些什麼街機遊戲 就是這樣 遲些有機會 我找一下 有沒有可能 找當中一些 用街機模擬器 打給大家看 那本買了1400日圓 1200日圓 100元 都不用 那最後 那我就不開了 這本 因為我未開封 這本 還是都開給大家看 就是這本 都是在那間 舊Game Center買的 屋上遊園地 板神梅田本店 就不關東京事 我懷疑呢 就是一些 拍 對像我們香港 拍廢墟的照片 因為看上去 好像這個 遊樂場 都應該沒什麼人去的 不如拆來看看 啊 我當然不會騷擾 板神 我都會去一次 板神 因為板神有什麼 板神有什麼 最出名 對我來說 板神最出名 就是甲子園 有甲子園球場 我可以的話 我一生人 應該去一次 去看看 甲子園是怎樣的 就是 Touch Touch的真人版 究竟它是怎樣的呢 有沒有一些 大家小時候 有沒有看過 有沒有玩過 這些車呢 這些碰碰車 不騷擾那麼多 給大家看 因為怕會被人投訴 好 那 都有些什麼 例如說 世家的機殼 歐溫的機殼 是這樣的 好 都成二十分鐘了 暫時 騷擾到這裡 我下一集 會再騷擾其他 戰利品 應該呢 就會快一點點 應該錄完下一集 就應該差不多了 會騷擾戰利品 給大家看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